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22号 23号 川普在特别大事面前屡屡遇见麻烦 我们知道已经遇见第一个麻烦 就是有关 法官就问说到底你们哪些文件解密了 哪些文件没解密 你有什么证明 就是你怎么去向我证明哪些文件解密了 那给川普的律师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川普律师就非常直接了当就否定 说你这活不是你干的 你别干这活 所以就就出现了一个第一下的冲突 就今天出了第二下冲突 这第二下冲突呢 又让我挺感触的 你知道在海湖庄园袭击之后呢 我们知道就说就谈到了说 因为FBI本身没有信誉嘛 所以就提到一个 那所谓的分类档案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是不是就是 没准保护期是FBI带进来的 FBI直入的 那这个我们当时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那不光朋友们在节目当中 在节目留言当中有这种说法 在某些我们看到的舆论讨论当中 也有这种说法 后来川普在两次的社交媒体的推文当中 也表示了这种说法 他说有谁保证 有谁保证 那那些东西如果是真的 他们拿走分类档案 但那分类档案搞不好是FBI直入的 并不是原来就有的 所以川普确实 我记得有在两个推文当中 有这种类似的说法 而这种植入的本身呢 应该植入的本身呢 是一种完全栽赃的过程 那我记得川普当时在讲述栽赃过程中 就比如说通俄门事件 斯蒂尔档案 那这些都是假的 这是毋容置疑的 所以川普的引述当时就这么个引述 那作为一般的人推文 这些东西都不是太多的问题 结果法官今天找他麻烦 这法官真是找麻烦了 说川普你说 可能在文件当中有一些植入的文件 那你告诉我 哪些东西是植入 哪些文件是植入的文件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 在这些文件当中有被植入的 是FBI栽赃的 给了他8天时间 在月底 9月30号之前 川普的律师必须给予答复 这不好整 这真的不好整 你这么说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要给法官一证据的话 哪些植入哪些没植入的话 这就不好办了 当然在 我为什么讲说这法官找他麻烦呢 因为植入跟不植入 这关键这些文件 他川普手里没有啊 川普律师手里也没有啊 对不对 那所有被没收的文件 都你已经给没收了 你让我怎么说去说这个证据 那我可以 我有权利怀疑 但我没有 我可能也没有证据 那人说你没证据 你干嘛这么说 这是一个 这就是我以为这个律师 这个法官本身呢 对川普不是很友好 但这个法官是川普挑 是川普自己挑 我们在今天白天节目中讲了 汉尼提问过他 说你怎么去推荐这个 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的 联邦法院的最高达法官 他是办退休的人 那川普说我也不知道 是我的律师推荐 所以这就是 这是今天晚上刚才啊 八点钟的一篇内容 雷蒙的法官将该命令 纳入一个新的案件 管理的计划中 那这个说法呢 我以为呢 作为川普的律师 可能很难回复 就是说很难拒绝他 因为呢 那你让我分类文件吧 你让我去查阅文件吧 如果查阅文件里面 当然就可能有假的文件 按照你们说是假的 那你得你已经 而且你的老板 就是事件的主人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 公开环境中讲过了 所以你告诉我哪些事 你有什么证据那些事 不好办这个 真的不好办 可能有朋友说 涛哥你是不是又瞒于川普 那怎么说呢 金口难开 智者无语 我只能这么说 很多麻烦事 人们从情感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真实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都是理解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是非常真实的人 很具有情感 非常善良 法律是非常冷漠跟残酷的 而法律的本身呢 就是对好 相当程度上 真的是对好人的 对正常人的一种虐杀 因为他是按条款走的 真的是按条款走的 所以这就 那这个 这故事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新的案件管理计划 他是整理川普所主张的 这个就是川普自己挑的 川普在接受汉尼提采访的时候 同时回答了这么 也回答这么一份东西 那他问川普的特工 就是FBI特工 他们在地上扔掉那些东西 是什么意思 对吧 什么意思 那意思 这个东西呢 就指在地上拥有的那些 那些证据照片 那些证据照片呢 那是显然是他们 故意摆放拍照 那有些FBI的人说 这是他们的一种职业习惯 职业做法 那这种东西呢 宣传效果极其强烈 在这个时候 宣传效果极其强烈 所以左派的媒体 寻找的特工 同样寻找的所谓的内线特工 肯定是攻击川普 所以在美国的社会当中 在今天的司法体系当中 它表现的是一样的 这个整个这个体系是切割的 真实的 坦白的 都被压在底层的 欺诈的 有说话机会的 都是左派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看不到说 你看不到一个真正正常的人 在表述什么 你看到都是一种 借助法律条文的 一种恶恶的氛围 川普没有提供他的证据 那法官在周五之前 让川普的团队提供原告 说没有被扣押的 所谓相应的一些 一些单据 这个文字是跟翻译内容有关系 听起来有点别扭 他的总体思想 他的总体概念就是 要川普提供证据 你说了是有哪 有些文件是被植入 是FBI栽赃的 那你给我证据 那我也想 我个人想象不出来 川普的律师会给什么证据 我能够想象出来 就说 川普律师应该是从 法律的前后秩序上 一种法律上的一种规章角度上 去拒绝他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 因为我刚才讲了文件 都不在川普手里面 那你让我怎么证明 哪些是假 哪些是真的 正在检查档案 川普的律师 要用八天时间支持他的说法 植入这个文件 那雷蒙德法官将命令 纳入了管理条例 以处理这一万一千份的档案 法官写道说 不得迟于9月30号 原告要提交一份宣告书 宣誓书 包括以下每个事项 具体事项 包括详细财产清单中列出的 原告声称的 在没有在2020年8月 该物品扣押任何具体物品的清单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东西 那些东西一万一千多份的 是川普带回来的 是川普被FBI给扣押的 川普不可能记得清 川普自己没有清单 不可能有清单 他带回来东西堆放在那 是不是要写自己记录 这个回忆录的 怎么可能有清 你们谁家收纸 谁家你家账单 你有多少清单呢 我就说这意思 每个人都报税 对不对 那每个人报税的本身 你报税在北美要留五年到七年 那东西就往那一放 结果人来袭寄了 把这东西都拿走了 然后法官说 我问你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是我的 那你给我列出哪些清单是真的是假 废话 那我哪记得清楚 那东西是你 你怎么记不清楚 这不就扯驴蛋了吗 所以这是法官对他不低头 法官不低头 真的 他的要求说 原告声称没有在这个清单当中任何物品 这就没招了 就是说 没在清单里头 但食品里头有 那个东西被他拿走了 我们就这么去理解了 该清单是在私人编辑出来的东西 司法部说其中一百多份 不要分类 川普在接受汉尼提专访时说 他解密了一切 跟他关于 那这里呢 就跟关于材料被种植会有矛盾 那联邦法官要求他急于解释 证明这么做 所以这里面就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所有文 就是川普说了 所有文件都是被我解密的 那包括不包括被植入的 所以是这问题 对吧 当然人说你这是胡来 是法官不人道 是他人道的人 真正好人气根本都不入这行的 真正好人谁入这行 说句心里话 你家孩子做法官去了 你家孩子做律师去了 好不好 为什么 挣钱呢 真挣钱呢 你家孩子干嘛 学医呢 为什么 挣钱呢 我猜 那手术刀还没看着呢 那指定拿多少钱呢 全是这个才 对不对 当爹当妈都这么教育你孩子 所以什么道德不道德 有品质不品质的 我觉得真的不开玩笑 那律师是干嘛 主持正义的 你现在律师是干嘛 真能挣钱呢 对吧 医生是干嘛 就此符上的 现在医生真挣钱呢 我猜 开玩笑 还有名 还好听 什么医生 对不对 医生都是什么 全是屁大头的 开什么玩笑 律师全是屁大头的 缺一个屁不成 补上 上那边放去 给补上 你必须把这屁给补上 它都是按证件来的呀 你墙上不挂那么多东西纸 你这律师行开不了 我猜 对不对 这年代 没招 我跟你说 这个很难的 所以川普吃这亏 川普他不是这种 职业行业的人 他不是律师行业 不是会计师行业 不是这个什么法官 他不是这个行业 他说话是这么随意的 他是很真实的一个人 瞎了吧 屁 现在屁大头 是不是把真好人 真人全给干掉了 你屁大头你还不爱听 因为说话 我跟你说没有人味 真没人味啊 他都是按条规走的 这法官是不是按条规走的 你说了 那么有植入 你告诉我哪些植入 那我怎么告诉你 废话 你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在这说 人坏了全都管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 在我们节目中 我就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的大嘴巴呢 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 那不爱听 那不爱听 那那你喝没必要嘛 对吧 没必要 这屡屡 我们看过多少内容 是因为他的嘴巴带来的麻烦 被坏人利用 那他是真实的 那当然他是真实的 我不否认的 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么多麻烦呢 川普告诉汉尼提 说FBI应该 可能是找这个 希拉里电子邮件 是 谈到自己的律师 他说我的律师 你们根本不让凑劲 所以他们调什么东西 我们的律师也根本没办法监管 那这 但是这些东西 会不会放在录影带上 他说会的 是有可能录影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在那个房间里头 那一些律师也提出了 类似的说法 联邦调查局 可能向叫仲裁示范法 提供证据 所以这是 这是英国的 美日电讯提出来 所以他现在的做法很简单 司法部也好 FBI也好 包括现在的法官也好 把川普在任何环境下 涉及到这个内容的任何说法 都纳入法庭的 文件中 川普自己要意识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